爽爆娱乐头条 悄悄从旁边溜走 先到车上等他 之后再一起到台中 和阮家长辈聚会 而被视为想兵后 一路被追杀至今 小天昨天平静地表示 他终于可以去完成一件 应该要去做的事 贵一服替代意义 被质疑特权 他重申到 从高中毕业就被判定 平等体位 会员当飞观梦想 他还特地去复检了两次哦 而且当时他还不是艺人 应该没有所谓的特权之说 当记者问到 他和女友有没有离情依依 十八相送的时候 小天笑说 我会回来啊 又不是一去不返 向王宝川苦手含咬十八年 徐伟宁甜蜜地承认 他有要他好好照顾自己 他说现在当兵的时间很短 而且台北离台中很近啊 不是问题 小天搭乘的黑色乡型车 进入营区的时候 随后换乘白色乡型接驳车 直入营区 引来守候的媒体不满 并且质疑他艺人的身份 拥有特权 大家好 我是曾佩慈 身为天王周杰伦的女友昆琳 进入不但收服了周妈的心 俨然已经变身成为了周家的媳妇哦 前天下午 记者更直集到昆琳的妈妈 宛如老板的娘 进驻到周董 在温州街 16号新开幕的日式料理餐厅 藤原豆腐店 只见到昆妈熟门熟路的 从后门进入店内 我店员打完交付之后 随即进入厨房张罗打理 他一下子在厨房试菜 一下子把洗干净的碗盘 放到架上 非常的熟络 简直就像主人一样 而他也一直忙到晚上 将近十点的时候才离去 这时记者上前询问坤妈 新开的店是杰伦交给你打理的吗 过年与周妈妈大板型 相处得如何呢 他微笑的人声说 谢谢大家的关心 新年快乐 周董新店的风格 以他电影《头文字D》里头的角色为主题 墙上摆放着电影剧照 和Toyota跑车AE86 消费属于中低价位 昆琳的经纪人昨天表示到 昆妈只是趁过年来台北游玩而已 大家不要想太多哦 在所有人心中的女神 也是PACE心中永远的女神 小倩王祖贤 吸引了十年 昨天是她的45岁生日哦 她的影迷永入微博 王祖贤影迷会 留下了非常多的留言 其中一名网友 还自称是她的姐妹 并且表示 王祖贤都看过大家的留言 非常谢谢大家的关心 这个影迷还上传了王祖贤去年底的近照 只见到昔日的玉女 大方素颜入境 长发浓眉已久 还小露性感相间 保养得非常好 令网友疯狂的转载 大赞 永远的女神啊 快点付出吧 王祖贤在2002年习影 旅居加拿大温哥华 她的生活相当的低调 只有偶尔才会被拍到行踪 在2004年的时候 她曾被苹果捕捉到爆肥的模样 不过隔年随即恢复苗条的 她的身材哦 果然是女神啊 回回了四年 在来台办演唱会的香港歌手苏永康 昨天来台为三月底 2012给那谁的台北演唱会 举行记者会咯 第三度来台开唱的她 年底也将来台推出 连配词也非常期待的 全新国语专辑 挑战梦寐以求的金曲奖 至于她的好友许志安 日前被香港媒体报导 江汉女友郑秀文于八月完婚 苏永康铁口直断地表示 他们绝对不会结婚 这是真的吗 因为大家都知道 许志安和郑秀文交缠了近二十年 去年复合后更是爱得十分高调 苏永康昨天说 他们正在享受初恋的感觉很甜蜜 笑称两人复合 是2011年香港最符合名义的事 而这件事情在台湾 其实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回响 苏永康已交往多年的圈外女友 最近是否行事也近了呢 她说要等巡回演唱会结束再说 她从去年圣诞节到农历年节 已经发胖了九公斤 很多舞台服装已经不能穿了 但她仍说要等吃完台湾的花雕鸡 和汤包再减肥 好好嘞呀 好莱坞年初引爆了离婚潮 继超模海地克隆与歌手席尔之后 在佩斯心中 每次看她的电影又哭又笑的 威尔史密斯与老婆杰达平击 也爆分居了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杰达相悦中与助理 忙着把家当搬进弟弟家 这对夫妻希望对儿女隐瞒婚便 但是他们早就察觉到父母并不快乐 威尔上周日还若无其事的 带妻儿看NBA球赛 想要用行动粉碎留言 美国明星周刊则指 关史蒂芬妮与罗斯戴的婚姻 也岌岌可危 关婚后一连发现老公有私生女 甚至与一名变装僻乐手传出同志情 罗斯戴则对老婆的名气 成就大于她很不适滋味哦 罗斯戴领军的布希乐团 15日将与伊凡赛斯 在台北南港展览馆有演出 大家好 我是佩茨 最近啊 日本的侦探档案网站 公布了2012年 最希望消失艺人的票选结果 日本少女夯团AKB48 竟然榜上有名 这个调查的结果显示 61岁的何田明子高票 动算了冠军 许多网友对她早就过气 却可以一直拥有NHK红白歌唱大赛登台权很不以为然 大家都直指她早就该退休啦 亚军AKB48则遭批评 少了造型包装 根本就没有成员称得上可爱 网友认为他们曝光过度 已经没有新鲜感 排名第三的是臭脸女王 则靠英文华 她虽然宣布 接眼全穿石花指导的芯片 旋转滑梯 为付出而暖身 但是她高傲的形象 深指导人心 被唱虽人气 很难再翻身咯 寒流明星去年大举 进军日本演艺圈抢前 引来网友反感 排名了第四 第五名是人气童心 如甜爱菜 网友说并不讨厌小爱菜 同情她工作量过大 只是希望她可以 回归正常的生活哦 俗话说 你大十八变 在佩斯的心中啊 女人一过了二十五岁 更是变变变 这句话套用在 微风广场少奶奶孙芸芸 和微风广场艺术总监 廖小桥的身上 也能成立哦 有读者提供 他们两个N年前 一起跑首没有趴的照片 爆料他们早期 和现金长相差很大 读者提供 至少九年前的成年照 细看发现廖小桥无关 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因为化妆的技巧 和瘦身有成 她正常向标志 美人之路卖进哦 倒是曾被网友票选是 最佳整形犯门的孙芸芸 短下巴变长下巴 小眼睛变大眼睛 三根也变高 令人好奇 照片里的她 倒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佩茨心目中 这一辈子 一定要去朝圣一次的 法国精品LV 2011年台湾十大热卖包款出炉咯 首度由Monogram 帆布花色包办 第一名 仍旧是一推出 就畅销至今的Neverful 包括第二名的Totally 和第三名的Pelomu 前三名全是购物托特包 混血名模瑞莎 自己也爱又轻又大的 购物托特包 她说身边的朋友都在背 因为真的很实用 不瞒各位 佩茨本身呢 也是偏爱用托特包啦 2011年十大热卖包款 与往年最大不同的地方 以往偶有格子帆布 或压纹皮革 但是2011年最经典 最好认的Monogram帆布 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Monogram耐用 好搭 价格好入手 又不退流行等特质 成为了消费者下手买包的 最重要的考量 由前十名热卖包款看来 实用是最大的趋势咯 除了第七名的EVA练带小包外 另外九个热卖包款 全是大容量 其中有七款是肩带托特包 爽棒消费头条 流行的涂鸦 个性化的图案 就算只是一件潮梯 搭上简单的牛仔裤 就可以轻易地展现年轻人的活力哦 这也是佩茨啊 在夏天最常见的装扮啦 国产街头风服饰品牌 Underpeace创业了五年 为了抢进年轻人的据点 即日起到2月14号 在西门町成品武藏店 举办了大规模的特卖 出清净百款服饰 超过五百件商品 全面打出六折价 要买要快哦 此外三月 他们也将在武昌店开设分店 Underpeace将原本宽松的街头风 渐渐走向带领牙皮味道的窄板设计 融入了时尚的潮味 简约低调的logo 以及在小细节上的用心 都令人非常的玩味哦 例如在拉链上 用上Underpeace的字样 帽梯的帽子里 也加印原点增添趣味 而衬衫采用异材质拼接 更能增添独特感 不妨趁着特卖 快去为自己添购新衣吧 Go 大家好我是佩慈 艺人马基尤的日记友人 友记龙辉 欧香计程车司机案 马基尤昨天凌晨 到北检应讯时说溜嘴 一位爆出友记 有意追求他 才替他出气 欧打司机 检方还查出 马基尤不但帮友记定房下他 五星级暗美酒店 而且案发后还玩信不解 和友人鸭子 相迎贡程令让继承车回酒店后 两女不久离去 马基尤则和友记 开房间独处整晚 友记否认是马基尤男友 解说是认识多年的好友 但是因为马基尤坦诚 友记一直在追求他 且不必会和友记共度春宵 加上案发后 友记主动表明 全是我的错 我愿扛起所有责任 请大家不要怪着马基尤 种种迹象 都显示两个人的关系 非比寻常 北检连日传讯马基尤 鸭子 香饮以及友记轮辉 查出本月2日深夜11点多 四人在北市日本料理店 饮酒后搭机枪车回酒店 马基尤不但拒细安全带 还要求司机开快车 引发增殖 友记挺身而出 帮马基尤出气 进入骂司机 并将他打成重伤 检方初步认定 友记涉嫌犯重伤害 公然侮辱的罪 预令5万元腰宝 并且限制出境 马基尤涉嫌踹车 被改裂毁损罪被告 预令3万元胶宝 并且限制出境 鸭子 香饮则是单纯证人 纯岸渴望静置增结 爽爆 消费头条 年龄国际在2011年 创立的新保养品牌 颜尼斯 针对亚洲清爽女肌肤 研发了一系列的清洁保养品 在网络上收到许多网友 及部落客推荐 哦 佩茨改天也要去看看啦 其中七天色阶进化安平组 以及胺基酸洗颜蜜 更获得Fashion Guide 评件优选奖及特优奖 为了违困消费者 即日起2月10号到2月13号 举办实体通路特卖活动 包括各式精华液 乳霜 卸妆液 可理粉霜面膜都有优惠哦 特卖地点在北市中校东路4段142号8楼之三 促销期间还有每日一物商品赔本卖 像是明星商品 胺基酸洗颜蜜 原价680元 2月9号当天限定只要229元 2月13号 每日一物则推出 谭力水泥霜10某 以及谭力滋养霜10某 原价239元 限时特价69元 相当于崩盘下刹2.9折 不过每日一物商品都只限量30组哦 想要捡便宜的人可得快一点啦 把握时间抢够去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曾佩慈 今天由我来为大家播报娱乐新闻 我的声音有点傻哑 因为佩慈也感冒啦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艺人马凯尔的日记友人 有记龙徽欧商运奖案 连日来成为社会高度关切的话题 就连佩慈最近的聚会啊 朋友们之间讨论的话题 也都是这个新闻呢 有记日前才被报在日本经营多家夜店 昨天读者爆料 有记与小S老公Mike是好友 还与台湾许多富二代交集颇深 S妈昨天提到 她没有否认双方认识 但是也说 那是她的问题啊 她要来开夜店 要当老板 当然认识很多人 又不是Mike把她弄来的 而与Makio交情颇嫁的小S等姐妹 也被扫到台风尾 网友发起剧看 康熙来了 S妈颇为无奈的表示 小S会劝她 私底下也骂过她了 但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落井下士 更不会对媒体讲这些 毕竟个人的事情 个人单 S妈呼吁外界 一码归一码 不要扯在一起 喝酒打架 她看了也很心疼 现在又演变成国际事件 S妈觉得个人做事 个人单 相信法律会给最公正的制裁 舒淇在最近即将上映 连佩茨也非常想要一睹 微快的电影《爱中》 被逗岛扭成则饰演的 中年富商包养 逗岛在片中虽然不举 仍遭网友公干自飞 被称为自飞哥 舒淇昨天缓假 称对逗岛其实会怦然心动啦 还笑说拍完很想被包养 可以谈纯真的恋爱 有空还可以补一下 只要快乐又可以享受就好了哦 逗岛知道的《爱》后天将在台上映 昨天她和女人宣传 舒淇在片虫体软惊天破处男 色诱赵又婷又被逗岛包养 被问到对谁最有感觉呢 她透露看到逗岛拍床戏前 为展现男性的魅力 卖力的做伏地挺身 令她非常心动 而问到戏外的感情呢 她说太认真谈恋爱 其实还蛮累的啦 逗岛更为她挂保证 保证她的绯闻都是假的 而再问到舒淇哪些是假的呢 她就立刻起身 结束访问啦 哈喽我是佩慈 黄晓明在元宵节痛失至亲 高龄89岁的奶奶 前晚因为肺炎病逝青岛 身为家族中长孙的她 前一天接获了奶奶的病危通知 漏夜从北京 京中岳飞剧组 马上赶回青岛 在奶奶病塌前 守了一天一夜 千万她在微博赶伤血下 紧紧抓住奶奶的手 不想松开 生命真是如此脆弱 随后就宣布奶奶此事的恶好 黄晓明一向以家庭观念为重 元宵节奶奶做事 让她哀痛万分 昨天在京中岳飞剧组 出了拍戏 几乎不发一语 空档的时候 她为奶奶送亲祈福 在微博写着 奶奶病得突然 似乎不想给家人 增添任何麻烦 奶奶 到了天堂 就多为自己想想吧 祝你和爷爷在那边一切都好 她的好友较为致电关心 舒淇 林心如 徐若萱等人 也在微博上安慰她 原本她计划明年 为奶奶办90岁的寿宴 无奈以天人永隔 祝福小明 祝福奶奶 加油 根据日本时事通信报道 佩茨也觉得很可爱的少女夯团 AKB48 某20岁成员的44岁母亲 涉嫌多次猥亵15岁少年被捕 并且已经被起诉 判处50万日元 大概是19万新台币 报道中虽没有提到成员的姓名 但是今天出刊的周刊文春 直指嫌犯就是高桥男的母亲 高桥彤 报道指出 该嫌犯去年11月起 在八王子市的住家饭店等地 与儿子就读同国中的15岁学长 多次发生性关系 他已经坦诚认罪 有消息指出 该受害少年因为涉嫌其他案件 接受侦讯的时候 大肆炫耀与高桥男妈妈的交情 才让这起案件曝光 高桥男去年8月 曾来台办握手会 如今传出妈妈涉嫌猥亵少年 日本网友对他无辜受牵连 表示同情 感觉就好像是后腾珍惜被地底犯偷窃罪 拖累的翻版 希望他不会因此事退团 法国默片大艺术家 或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等10项提名 片中的杰克罗素梗犬 乌吉演技精湛一炮而红 10岁的他却被诊断出 患有摇摆狗症候群 27日在奥斯卡颁奖典礼演出开场秀后 就要提早退休了 相信大家跟佩茨一样 希望乌吉早日康复哦 乌吉在大艺术家中 陪伴好莱坞男星主人经历人生起落 他上个月在金球奖颁奖典礼出镜风头 还设有推特账号 人气震旺 但乌吉患有会不明正战的摇摆狗症候群 主人欧马冯布勒表示 他放松时战斗的更明显 所有的检查都做了 仍然查不出病因 乌吉七个月大时 因为咬死一只羊 被原来的主人送往动物收养所 布勒之后就收养再陪他 大艺术家下周五将在台上映 大家赶快去一睹乌吉的风采吧 长期在中国拍戏的杨锦华 日前趁控党进棚示范Dior早春服装 他透露因为不想有遗憾 将害怕转换成为自我前进的动力 嗯 这也是佩慈目前在学习的课题 他也认为自己的适应力很强 以到处流浪的蟑螂形容自己 以前他很怕拍照摆pose 觉得中间要停个一两秒实在很尴尬 克服的方式就是面对 越害怕我就越强迫自己面对 这样才会有活着的感觉 他害怕许多事情 却对陌生环境很适应 我喜欢旅游 不会认床 不会想家 我想是因为我从小苦过的原因吧 到哪里都能过活 多糟的环境 都能够让自己过得很好 真的很像到处流浪的蟑螂 以5060年代休闲风为灵感的 迪欧尔早春度假系列 色调上鲜艳亮丽 摩洛科风情印花 超级醒目的大块面积色彩 让女人的身体成为画布 展现relax的氛围 在佩慈心中 非常值得学习的艺人 Jolin 蔡依林 修完年假复工啦 昨天她为法国珠宝品牌 卡地亚台中大运买专卖店 开幕担任剪彩嘉宾 许多粉丝夹道相迎 她身上佩戴了总值 1800多万元的 每周报香钻珠宝 Jolin承认自己 其实是一个爆发户的潜力啦 去年曾经在卡地亚巴黎总店 写拼4小时 一口气花了将近500万元台评 入合两只钻表 钻石项链 香钻手足 包款 淋漓发挥大户实力 大失息 卡地亚Love 手环是Jolin拥有的 第一个卡地亚商品 她常常佩戴 也为品牌做足了宣传 去年6月并受到邀请到巴黎拍照 还开心的在巴黎总店 爽刷约500万元 和品牌之下好交情 也促成昨天剪彩的美式 可以问到情人节 与男友景容有什么计划吗 Jolin虽然说是私事 但是爱做蛋糕的她 现在目标是学做甜点 透露情人节 想做凶女泡芙 甜蜜过节 好害羞哦 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影响 左起各地气温明显转良 连佩瓷都冷到不想出门啦 中央气象局表示 今起冷气团增强为寒流 到周末前各地气温明显偏低 尤其周末北部地区低温下探摄氏9度 中南部地区低温约摄氏11到13度 提醒民众一定要留意保暖哦 气象局昨天发布低温特保 今起至周日 嘉义以北东北部沿海空旷地区 以夜间以及清晨 将出现摄氏10度左右低温 金门马祖将有摄氏10度以下低温 但仅基隆北海岸以及北部山区 可门有较大雨势 其他地区云量偏多 总之大家多多保暖啦 爽爆 消费头条 台湾自行设计的潮流品牌服饰 Pizza Cut 5 不但名称搞怪 还将整个店铺打造成 有如披萨店的门市 服装设计更充满创意 流行图外与独特的风格 很受年轻人的喜爱 佩子本身也觉得 她们的Pizza格子非常的可爱啦 此外 为体现本土的潮流 更与连锁餐饮店 胡须张鲁肉饭 和本土药厂十八同仁 推出跨界联名服饰 掀起一波抢购热潮 也成功创造属于 台湾精神的潮流联名 几日起到月底 Pizza Cut 5 在成品新衣店举办特卖 实穿的图案T-shirt 充满潮位的防风外套 和造型帽踢 全面下沙三折其 最便宜一件T-shirt 特价只要294元 各式外套则是千元有角 想赶搭时尚潮位的人 可要快快把握机会选购啦 爽爆娱乐头条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佩慈 今天又由我来为大家录爽爆啦 珍妮和凤飞飞的真凤 相对成年夙愿 随着凤飞飞肺癌病逝 在先波澜 凤飞飞死讯曝光到昨天为止四天 五十八岁的铁飞歌后珍妮被指不愿哀悼 她昨天隔海长探哽咽含冤 唉人都死了还讲那么多干嘛呢 不过她承认年轻的时候自己很傻 不懂得沟通 也觉得没有必要解释 才会让心结至今还没有落幕 她最后忍不住连说了两次莫名其妙 两位歌后同龄活跃于七零年代 因为风夜情一曲爆发强歌不快 如今凤姐一走 珍妮难过天度阴才 会抽空到大西 寄到凤飞飞吗 她说不会再人多失去 另外刘家昌日前一句 凤飞飞唱片卖五十万张时 邓丽君才卖不到五万张 惹恼了邓家人 刘家昌昨天以一千字声明赶快灭火 钻石跟红宝石哪能比呢 凤飞飞飞此事连胚瓷 每次看到新闻也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舍和惋惜 佛光山宝塔寺一连三天举行诵经法会 昨天是最后一天 数十位凤迷含泪贵别 制作人陈国华 歌后江汇也到场 低调的江汇等诵经结束才现身 四方请他捧凤飞飞的牌位 将会瞬间泪崩瘫症怯 气氛十分的哀奇 总计三天 共有六百多名凤迷到长相偶像告别 陈国华制作凤飞飞生前最后一张专辑 想要跟你飞 他昨天和老婆Ivy前往吊业 称赞凤飞飞是个认真有体贴的前辈 不过他要离开时 突然有民众放鞭炮 说要给凤飞飞祝福 但是鞋鞋炸到他 请大家千万要小心注意安全啊 桃源县政府明天也将在大西武德殿 设置凤飞飞客展 开放给民众追思 和佩茨一样 同属高媚一族的Gigi梁勇琪 最近来台宣传 西班牙老公附唱夫随来台 夫妻除了共度情人节 前天还和李星杰 取如云灯姐妹淘吃晚餐 老公被问到 老婚后第一个情人节送了什么礼王 害羞猛笑的说 Thank you Gigi则大方的坦言收到鲜花跟巧克力 还请记者吃老公送的巧克力 大晒恩爱 当晚 Denon其一群人在台北民生社区聚会 洗肩老公还轻点了Gigi的鼻头动弄 毫不恩爱 Gigi透露老公特地来台过节 等他等到晚上快十二点 这天吃完后就要反感 那应前晚也抵台工作 老公梦童爱相随 去年他来台宣传新专辑时 酒后失态 拿手机砸记者摄影镜头 这次受访出现笑容 但是问到是否换了新手机呢 他没好气拉长音回答 对 随机上车里去 大家好我是佩慈 马基尔前天和爱母在律师徐灵珠陪同下 赴医院探视他和有记龙辉欧商的司机林渝俊 但被拒门外还被劈作秀 母女俩委屈大哭再遭质疑打悲情牌 律师昨天说也许传达的人误解了会持续表现诚意 也澄清到没有通知媒体探访行程 是媒体打来问进度的 事前已经发函告知对方了 而帮助有记龙辉的媒体人葛树仁昨天透露 有记名下没有车也没有房子 存款不超过一百万 若赔偿金额筹不出来 届时他会和朋友先借他钱帮忙 马基尔曾代言美妆品牌 虽然他早就不再代言 但是厂商昨天发函表示 将追究马基尔代言失职 导致商业受损的赔偿 也是佩茨非常喜欢的迪士尼 耗资75亿元台币 打造3D芯片 一星战场强卡特战技 强打六块鸡与美胸 由在电影金刚狼饰演的金牌手男星 泰勒基奇单纲 他90%的时间依不必提 女主角林科林斯则只靠薄纱 绑住30C双风 该片成本比银石最卖作电影阿凡达 还高出3.9亿元台币 是动画片网力导演安德鲁石坦顿 首次执导的真人电影 他说这是泰山作者另一部名作 故事启发了阿凡达 星际大战等等 剧情描述男主角强卡特意外被送到火星 突然变神力有势 因为火星陷入严重的内斗 他心爱的西立女族公主 被父亲逼架宿敌 为了爱人与火星和平而奋战 下月9日在台上映 韩国男星李准基昨天提早退伍 来自台湾香港日本共2000多名粉丝 在军营前列队尖叫欢迎 哇佩茨觉得台湾的朋友 你们真的是好努力啊 他退伍前便开卖粉丝会门票 还利用放假时录单曲 违反军人不得从事商业活动的规定 经纪公司紧急将117万元进账全部退回 昨天下午的粉丝会变成了一眼 但是仍遭网友批 当兵竟然可以录单曲 根本就是特权 李准基七年前在韩片 王的男人挑战同志戏马一炮而红 前年五月突然被征召入伍 后来分发到韩国国防部义工队服役 原定主演的电影大奖以及韩剧神医都喊他 另外韩国美声团体SGwannabe的金勇俊 则在昨天入伍 一百多名粉丝送行 顶着小平头的他 忍不住留下了男儿泪啊 早报国际头条 哈喽我是佩慈 美国第一夫人蜜雪儿 不只喜欢台裔时装设计时 吴季刚的晚礼服 也爱她的平价女装 蜜雪儿上周五在佛罗里达州 出席活动时 穿着吴季刚与美国Target量饭店 合作推出的蓝色印花雪房洋装 平售价约1184元台币 当天蜜雪儿身穿蓝底白花拼接的无袖洋装 被眼尖媒体跟部落客认出 就是吴季刚本月五日 一推出就引发抢购桥的平价女装 蜜雪儿的新闻秘书也证实 第一夫人确实是穿吴季刚的平价洋装哦 第一夫人擅长混搭设计师品牌 和平价服饰 品味颇受好评 她此次穿吴季刚的新装亮相 也运用其他配件搭配出个人风格 原本吴季刚为这款洋装配黄细腰带 她则换上了红腰带 并外搭宝兰开金针织罩衫 也有一番风情 蜜雪儿2009年1月 在欧巴马的总统就职晚宴 穿着吴季刚的白色单肩长礼服出席 让吴季刚一炮而红 国内知名设计师陈济敏 1987年开创同名品牌 Jamie Chen 作品风格优雅俐落 细致简约 除了设计与生产高级女装外 更陆续发展SOP系列 礼服系列 以及配件等精品 目前全台有13家门市装柜 品牌每年固定举办两次 换季初青特卖会 迎接今年春季新装上市 2月24日到3月2日 于SOGO复兴馆8楼 推出去年春夏过季服饰初青 各式基本款上衣 设计款风衣 洋装都有 通通单一价4.5折起 虽然款式尺寸有限 但是商品众多 设计又以简洁为主 例如简约的棉值原领上衣 超过三种颜色 原价3980元 特价1791元 上班族想省荷包 又想穿的有设计感 不妨多买几件做搭配 喜欢设计师风格服饰的人 更要趁早来挑选哦 爽爆娱乐头条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佩慈 今天由我来录爽爆啦 于天立委连任失利 她一人失业 全家失业 连32岁长女于小平 和小11岁棒棒糖二君比 全约会时也得缩减经费 本月18日晚间 记者直集刚下通告的于小平 让男友开着自己的蓝色小车 直奔花梦兰麻辣火锅店 小两口约会大旦499吃到饱 评价火锅 该店老板也是30居奶的宅男波神 女婷在旁猛性殷勤服务 还白鹿当着于小平的面 把自己的写真集颁给云全开 于天任职立委 四年欠贷2000万元 争取严议失利 老婆丽亚平退居幕后多年 三子女中除了长女于小平 凭台湾独够封号 在大小公告中谈麻将術 次女于婉席 长子于祥全闯荡演艺圈都失利 于小平透露父母游易转战英美 于天也和友人合资600万元投入旅行业 现也接下高雄和新加坡两场演唱 估计约可获500万元受惠 地理余强权打算开公关公司 于天被问到女儿客评价火锅 也表示女儿现在省很多了 不然很能吃的 哈喽我是佩慈 马凯尔与日籍友人有记龙辉 最欧问奖淋渝峻案 又牵扯出案外案 读者爆料 向来是收视常盛军的三立政论节目 大话新闻 因为不愿意随马岸起舞 导致收视下滑 主持人郑鸿怡不满三立要求他跟进马岸 愤而告假 前天起该由主播陈雅玲上阵 双方关系紧张 自马岸爆发后 TVBS李涛2100全民开奖 和老婆李燕秋新闻夜总会先后加入炮轰 东森刘宝洁关键时刻 也激动模拟现场热炒收视率 但是郑鸿怡大话新闻坚守美牛议题 让收视常盛军三立面子挂不住 要求郑鸿怡跟进访论 他昨天否认说 我休假五天 太太身体不是很好 要照顾他 三立很挺我 放心 强调不随马岸起舞 是因为每个人对事情重点的看法不一样 对于收视率遭痛载 他认为别人做得好 就恭喜他咯 江慧妹难得争取到三周长假 但是放假前 他可是卯足尽当称职的摇钱术 包括酬劳约一千万元的可乐果广告在内 他本月已拍四支广告 收假后再拍一支 合计二三月五支广告酬劳 共吸金七千九百八十七万元 收完长假后 他将全力投入下月三十日起 连配此也非常想去看的 七场台北小巨蛋演唱会的排练工作 阿妹上周先到台中拍康师傅冰红茶广告 目睹的粉丝将他穿银色上衣的照片 PO上网 直呼不敢置信看到天后本尊 他随后赶回台北拍可乐果残豆酥广告 当天从早上拍到隔天凌晨三点 本来他当晚打算收工后 到经营的夜店Abar 陪好友孙燕姿 那因蔡建雅小卓聊天 结果因为工作太晚无法作陪 NBA台译球星林书豪的 林来峰林Sanity 威力无法挡 连配词也无法挡 各界复旦纷纷研究他的球技 学业成长背景与成功过程 更对单身的他 情归何处交友状况充满好奇 吴建豪与林书豪私下熟视 并附加推特为好友 经纪人昨天说 的确去年透过教会牧师介绍认识 但是他们应该不熟 当记者继续询问两人渊源时 经纪人三肩其口 只说Vaness今天有记者会 欢迎大家现场询问 Vaness现在正在拍 在三立都会台八点档戏剧爱上巧克力 是否为了效法市面上众多的餐厅 饭店等业者 抢搭林书豪旋风吸引注意力呢 只好等Vaness现身说明啦 哈喽我是佩茨 绍兮刚走过与老婆田田婚面风暴 19日却不募集 她与一名年近30岁的亲手女去K哥 直到隔日凌晨2点半 才一起去车里去 红车的绍兮大嫂先走 女方更直接从后座转站副驾驶坐大位 绍兮解释 那天是跟球队以及公司艺人唱歌 那女孙连名字我都不知道 是大嫂的表妹 强调事前已经跟婷婷抱贝过了 继续这位亲手女叫Vizie 当晚在KTV门口 她就紧黏在绍兮身边 眼珠子定位在她身上面露爱慕的神情 无视一旁的绍兮大嫂与友人 随后绍兮发现被跟拍 某和大嫂Vivi摇耳朵 Vivi还用围巾半遮捏 当然最后一起坐上绍兮的车 Vivi和大嫂坐后座 但是大嫂下车后 中途Vivi下车买东西 买完后她赶坐副驾 这时绍兮马上开快车 闯红灯甩跟拍 最后永远享受两人世界 在佩慈心中是一位超级大美女的英国王妃 凯特米德顿的时尚品位获好评 带动流行风潮 去年为全英带来约468亿元台币的产值 英国太阳报报导 目前她身穿已经结束营业的英国Jesire复古外套亮下 令该品牌的前高层期望凯特效应 能助品牌起死回生 凯特是标准的衣架子 她常购买像Zara Topshop等平价服饰 吸引许多女性拷贝 连身上配件也常大卖 这回穿的Jesire品牌成立已经13年 但去年8月因经营不善而结束营业 该牌前主管就说 如果我们还在营业 我能想象现在衣服卖的有多好 凯特购买这件外套的价钱 和时间不得而知 但英国造型顾问安史基摩 前年曾用五折价 约2900元台币 卖下同款外套 媒体猜测向来节省的凯特 也很可能是趁初青时捡便宜 好榜样 哈喽我是佩茨 日本臭脸女王泽寇英龙华 最近复出主演情色芯片旋转滑梯 以大胆床戏热炒话题 剧组人员爆料 他作风豪放彩排时 即使一丝不挂 但肢体动作生硬死板 全是情欲系 只会一一二二的身影 床际演技都差得令导演 全穿实话意外 泽寇在旋转滑梯片 饰演全身整形后 成为大明星的莉莉口 日本网站报导 他和大十四岁的男星 大森男朋友上演床战时 被要求换姿势 就面露蓝色 导致NG连连 不少镜头只好以单调的传奇声带过 25岁的他和47岁老公 高成刚年前婚变 至今未完成离婚手续 去年二月 他被曝与西班牙帅哥 贾西亚过从生命 贾西亚去年受访时 透露 泽寇炒饭时缺乏冒险精神 隐约透露他床际平平 如今芯片表现不佳 剧组不禁开始担心票房啦 大家好我是佩慈 Burberry Persum 与伦敦时中周发表 2012秋冬新装 众多亚洲明星看秀趣啦 台湾有蔡依林和徐若萱 中国是周冬雨 韩国则是少女时代的润娥 徐璇和Tiffany 蔡依林以全身品牌 春夏系列出席 低胸娘装最初风头 胃料脚上6万元怀靴 静汉徐璇撞鞋 信中中他看中妖际有荷叶边的经典卡其色风衣 迫不及待的想买 他此行还去看了女皇登基60年展览 笑说如果拍婚纱照 也许来个宫廷风 哦 许若萱则赞Burberry Persum时穿 最想买压轴的紫色风衣 他说很酷 非常有立体感 把女人的线条展现得很漂亮 Burberry Persum秋冬系列依旧窄版 强调女性挺肩和细腰的曲线 妖际以大荷叶边增强女性化形象 经典风衣以异材质拼贴 显得更加活泼 对大多数主厨而言 获得米其林新星是一大肯定 佩斯也觉得这的确是一大诱因 47岁女主厨金格尔却直呼是诅咒 她一手打理英国伦敦市郊的彼得山姆苗普餐厅 2004年开幕以新鲜食材 美味料理和田园风光文明 广寿马班纳等名流喜爱 餐厅座位也从10个扩充到120个 去年更获得米其林一星殊荣 天天爆满 不过顾客抱怨也随之大增 比如说顾客会期望餐厅使用僵硬桌巾 成套玻璃杯服务流畅 相反的彼得山姆苗普餐厅虽然美味不熟人 但是桌子摇摇晃晃 厕所位于小木屋 金格尔后来索性把餐厅网站上的米其林星星拿掉 以免顾客慕名前来 她现在更累到决定辞职 她说如果我有机会经营另一家餐厅 我祈祷千万别再拿到米其林星星 看来是压力很大啦 韩国偶像团体CNBLUE 昨天晚上8点在台北南港展览馆开场 哇 要不是佩茨有工作 应该也是会去一下子啦 吸引8000名粉丝捧场 最高票价达5600元台币 演唱会加周边商品 收入进涨2700万元台币 昨天晚上他们共唱了20首歌曲 粗估一首歌就吸金了135万元台币 堪称是百万金曲 CNBLUE出道仅两年 在亚洲火速窜红 他们昨晚开唱一连热唱质感 Ready and Go Voice等三首嗨歌 粉丝兴奋尖叫 队长郑荣和龙兴大悦用中文说 大家好 我们是CNBLUE 我爱你们 Best手黎正信说 我是正信 大家好吗 在线高潮 为回馈粉丝 会后加码帮200名幸运粉丝签名 他们今天下午就搭机 返回韩国啦 爽爆娱乐头条 大家好 我是佩慈 今天由我来念爽爆给大家听 35岁的六月和28岁的李懿 去年六月赏婚 近日却传夫妻俩争吵不休 李懿已搬出戏纸爱潮 成分居状态 真的吗 记者昨天求证李懿 他激动的说 没有啊 我们非常好 而六月则轻描淡写说 夫妻吵架难免嘛 他搬出去是因为家里在装修了 昨天本报接获读者爆料 指他俩因为不断争吵 南方已经搬离戏纸 六月因新戏爱情来了请打卡 长居澎湖拍摄也不住在家 爱潮以人去楼空 加上六月三天前在脸书上写道 我失望了 人性不过如此 被解读为对老公失望 李懿被记者募集回北投老家 他解释说 刚好我抱要找我聊做生意的事 会回戏纸爱潮吗 他语气有些落寞 会啊 只是他刚好都不在 李懿索性在镜头前 对六月来的爱的宣言 我会努力做好我的工作 我会好好照顾你 还说到刚刚都在跟他传简讯 当记者凑上前看时 他却尴尬的遮住手机 不敢看不敢看 大家好我是佩慈 昨天是高凌峰62岁生日 也是与老婆金友庄昏变春节日 高凌峰哽咽表示 太太希望维持现状 让孩子正常成长 就是暂时不谈离婚的意思 但是金友庄在简讯中也表示 跟高大哥常谈多次 有时平和 有时争执 尝试各职己见 至于往后还会不会有离婚的打算呢 他回答 老天自有安排 高凌峰昨天穿着红色绣服 高调在神旺饭店门口 准备参加生日趴 他先雨带哽咽 宣布一切维持现状 接着信誓旦旦说 小金会带小孩来参加 傍晚近六点 金友庄开着银色香行车 载着小孩直奔饭店 他在附近放儿子宝弟下车后 又把车子开走 问宝弟妈妈会不会帮爸爸庆生呢 他说会啊 他只是先去停车 不过记者在饭店门口守候 只见寿宴开始一个多小时了 仍未见金友庄先生老公的生日趴 王力宏昨天宣布 4月14日将在可容纳9万人的 北京奥运竹场馆鸟巢 举行活力全开演唱会 抢先狼狐4月30日 再次场地开唱的5月天 成为第一位登上鸟巢 举行各唱的歌手 不过配此两场都想看啦 主办单位昨天以元首及高规格礼遇 在北京鸟巢金色大厅举行记者会 有没有压力呢 他以王室冷笑话回应 没有压力 只有活力 他去年11月上海挑战6万场馆成功 这次进阶成9万人 他已经在上海 台北 温州唱了4场 本周六在马来西亚开唱 此次巡回将在世界各地举行50场 以他每场唱筹400万元台币计算 约可进账2亿元台币呢 另外周杰伦是第一位 因为跨界音乐会演出 站上鸟巢的歌手 第一组在鸟巢开唱的乐团 则是五月天诺亚方舟演唱会 都为他们拍拍手啦 Ella与马来西亚籍男友赖思祥 五月五日将在台北完婚 深刻人金钱 猛抢钱 以3000万元为Nike健身课程NTC代言 他勤练半年自称臀部 练得很翘 配词也好想练一下 笑说我要当最紧实的新娘 但要当翘新娘的他 两年内先拼事业 不生小孩 Ella刚出道时 公司安排体能课 他体能差 一下课就大哭 现在才懂得正确方法 从小我就没腰没屁股 现在朋友居然说 我屁股变翘了 难怪拍广告当天 在上海盯着摄氏 两度的低温 连拍16小时也不累 30岁的他 4月15日 先在屏东老家订婚 另外5月19日 再到大马办婚宴 35天内要赶三场婚宴 至少要十套婚纱 最近他猛式婚纱 笑说身材变得太好啦 恭喜恭喜 大家好 我是曾佩茨 鞋心 比利克里斯托 九度掌奥斯卡金像奖典礼主持棒 收视人口从去年全美3790万人 上升到3930万人 增加140万人 算是保住面子 有媒体肯定他 笑话有梗 但是纽约时报激道 像在看美国中老年人协会大会师 小坎 幸好有安杰丽娜 求利 翘屯针 珍妮佛 罗佩兹 拉台收视 担任颁奖人的求利 意外成为最佳女主角 她在台上插腰 大开右脚 被平坡板面过了头 三位得奖者上台后仿效 她的动作当面嘲讽 她的右腿还在推特掀起轰动 网友开了安杰丽娜的腿的账号 不到一天已经吸引近两万名网友追随 立名颁奖者翘屯针 穿深V领口紧身礼服颁奖 回露左边如荫 造型师否认她走光 她在典礼前独自走红毯 会后才带小男友到福华世界主办的会后派对 跑趴 被解读为她嫌小男友还上不了台面 大家好我是佩慈 日本女星沙蓉子上月中刚与棒球金童前夫 达比修有半妥离婚 拿了近两亿元的台币赡养费 她前天却在部落格以bestfriend为题 秀出与达比修的亲密就找 还以感谢口吻写着 就算分开了 她仍是我很重要的人 感谢她至今还支持着我 文章吸引超过两千名网友回应 多数人认为离婚夫妻很难得能维持良好互动 但也有不少网友揶于她是新机密 不是永远拿到一大笔钱了吗 难道现在又有所图吗 批评她想洗刷死要巨额赡养费的负面形象 为日后工作铺路 上月达成离婚协议 同时以6年18亿台币加盟美国游记兵球团 她除了支付沙蓉子约1亿9528万元的台币赡养费 并将负责两个儿子每月约195万元的台币养育费 直到他们20岁成年 2012米兰秋冬时装周最后一天登场的Discor2和Roboto Cavalli 不约儿童展现出女人坏坏惹人爱的魅力 哇听起来是佩子很喜欢的风格 Discor2的主题是中学男孩 双胞胎设计师把秀长舞台变身为Cathen中学 在上课中小时带大家认识毕业班同学 这所贵族中学的女学生都是附加千金 设计师以副古风打造天之娇女 用常礼服与牛仔外套的冲突混搭 诠释出方法正志的无忧青春 Rubato Cavalli请出名模黑珍珠 纳欧米坎贝尔压轴现身 传递出女性自我的风格 尽情使坏的不羁个性 这一季把动物纹做出阴染朦胧色彩 酷胃皮衣搭配雪纺沙的波西米亚方裙装 把女人野性却不识浪漫的魅力融合 呈现出华美的叛逆姿态 大家好我是佩子 日本311东北大震灾即将建满一年 受创惨重之一的工程县 实卷是仍积极重建中 但是灾区却接连传出闹鬼之说 去年3月11日 工程县仙台市以东太平洋近海 发生规模9.0的地卷 引发海啸 并导致福岛第一核电厂辐射外泄 沿岸地区数万户房屋被冲毁 导致近2万人死亡 以及失踪的惨剧 重灾区之一石卷式的一间超市 重建到一半就停工 当地居民安倍聪说 听说工人盖到一半就无故生病了 怀疑是灾灾罹难者阴魂不散导致 一名继承车司机也说 每次开到当时全村被海啸冲走的区域 都不想停车载客 因为怕载到鬼 还有富人听说 有人半夜看到大批罹难者的鬼魂 把腿向高地狂奔 企图逃离夺命海啸 却只能一再重复他们死前 徒劳无功的最后时刻 日本民间独立调查小组 昨天公布报告 PRO政府灾后初期未完整公布福岛核灾的实情 同时也担心核灾恐引发魔鬼般连锁效应 曾考虑拟定首都东京的大规模撤离计划 希望重建 一切顺利 大家都平安 大家好我是佩茨 立陶宛工程师乌伯纳斯提出 安乐死云霄飞车的世界最惊悚设计案 利用时速360公里的超高速度 让乘客脑部缺氧死亡 这种终极的云霄飞车 出发时再的活人 回来时全变成尸体 一路玩到挂的构想 遭未到人世痛拼 安乐死云霄飞车 每趟可载24人 出发后爬升至510公尺高的顶点 再俯冲进入螺旋形轨道 时速高达360公里 约是一般云霄飞车 时速120公里的三倍 乘客将因高速下的重力加速度 导致大脑缺氧 逝去已逝后死亡 乌伯纳斯设计的安乐死云霄飞车模型 遭反安乐人士痛批 没有什么夺去生命的方式 是可以优雅又愉悦的 也质疑他将被滥用成自杀工具 大家爱惜生命哦